226. 中華工商時報 海外並購民企成為農潮而非理性收購行為 難免公拜隨成企業戰略是決定性因素 2015年7月22日天下財經04黃雅神一家有著中之背景的西班牙公司近日以一萬歐元的價格 拍下了西班牙2008年蓄資10億歐元在中部城市雷爾城興建的一座機場 並宣布將把他打造成中國向歐洲出口的貨運中心 如果在20天內沒有其他賣家吸出更高價錢 西班牙法院將於9月中循座出最終裁決 這一戲劇性的交易背後 是西班牙原投資人投資計劃失敗以及該國地產泡沫破裂 以及中國資本投身海外投資并購大潮 說到海外并購 中國並非新手 從聯想收購美國IBM的PC部門 都安邦保險120億元買下紐約華爾道夫豪華酒店 再到中國吉利收購瑞典族族族族族 三一重工收購德國機械巨頭普池賣斯特等等 收購之趨勢復然千里 資金之浪潮洶湧澎澎湃 當然 中國資本輸出額所佔 GDP的比重還遠遠落後於歐美水平 這顯示中國在海外并購中還有巨大的空間和潛力 目前 全球經濟增長緩慢復甦 資產貶值 以及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走跌為中國企業投資并購帶來了新機遇 德勤發布的2014年大中華地區境外并購報告顯示 歐元區由於經濟復甦緩慢及資產貶值 為中國尋求低價的投資目標提供了大量機會 2014年 中國對外投資規模在1400億美元左右 首次超過外商對華直接投資 成為資本證書出國 在這一大背景下 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互動融合進一步加深 在中國政府政策大力支持下 中國資本海外并購報入快車道 2015年一季度中之海外并購報告顯示 今年一季度中國企業海外并購交易119宗 還比增長36.78% 同比增長39.34% 有分析認為中國企業將掀起新一輪海外投資並購熱潮 一帶一路戰略以及政府相應推出的一系列簡證放權等改革新舉措 進一步激活中國企業跨境並購業務 從海外並購投資的主體看 國企不再是一家獨大 民營企業在許多行業中已走在國企之前 並購標的區域不再局限於歐美等發達地區 非洲、南美等地的項目吸引了越來越多中國投資者的注意 在資金融通方式上 私勞基金、丫頭行及金磚銀行將為中國走出去企業提供更多元化的配套融資服務 而未來人民幣國際化的實現也將為中國企業的海外並購項目帶來更負想像力的融資渠道 值得指出的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並購的熱潮興起年頭不長 經驗上顯不足 基於與風險並存 在海外並購過程中 中國企業的風險防範意識還需進一步加強 在一些並購案中 中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在並購大潮中容易出現非理性的收購行為 往往最終導致公敗隨成 在海外並購中 企業戰略是決定性因素 中國企業需要明確自己的並購目的 精準海外並購模式 增強管理層的風險意識 在海外投資和風險管理中取得平衡 理性對待海外投資 妥善處理非經濟風險因素等 中國正在經歷全球化的並購時代 企業的海外並購之路任重到源 企業也需要在實踐中不斷積累經驗 對中國投資者而言 海外並購成功的概念則應緊緊局限於並購目標是否實現資產升值或達到特定財務運營指標 更應在整個過程中滿足投資者進行並購的初衷為願景戰略目標 使中國企業向國際化大公司轉變 逐步學會全球化管理 使其產品質量國際化 管理國際化 市場國際化 品牌國際化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 有更多的企業和品牌將通過並購方式走出國門 走向世界 通過收購獲得新的能力 技術和智力資本 成為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跨國企業 這一切都值得期待